克鲁基拥堵遭枪机,白宫外在报险情 美国特勤局于近日逮捕了一名涉嫌射伤 艾达河州牧师的一名嫌犯 该嫌犯在被捕前曾向白宫内投掷不明物体 后被证实为非危险品 30岁的嫌犯欧登 近日在艾达河州克达伦市 在教堂外向牧师Tim Remington开枪射击 而前一天该牧师曾出席共和党参选人 克鲁基的教士活动 并带领群众祷告 Tim Remington牧师身中树枪,但生命平无危险 欧登在枪击后逃逸 并成功坐飞机抵达华盛顿DC 欧登留下了一个声明 其中列出了许多人的名字 其中包括被枪击的牧师 及多名美国参议员和众理员 据报道,欧登2006年至2010年间 曾参加加州某海军基地服役 随后进入埃达河大学读书 并获得生物化学学位 NPC报道称欧登有心理疾病